LCBO工会结束超过两个星期罢工 全部分店在今日重开 记者去过几间分店看过 人流就不算多 店员都说人流较想象中少 问他们满不满意新合约的细节 就说不方便透露 蔡小姐在罢工之前抢不及走 也不知道LCBO在罢工期间提供网上卖酒 所以特意开车去市中心其他酒店买酒 可能看看Rose 或者看看这间酒品种 我纯粹进来看一看 LCBO罢工是因为省府扩大卖酒的地点 工会觉得会出现失业危机 所以用罢工行动反对政策 蔡小姐就觉得不应该独视卖酒 我觉得在自由市场里应该开放 开放一定的自由度给消费者自己去选 市家堡销肉店负责人孙先生 今早都冲去市家堡活力广场LCBO入货 而罢工对他来说原来没有坏影响 但是罢工期间我们销量会好一点 因为LCBO关掉 所以很多客人只能去饭店里喝酒 我们自己店里本身OK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像我说的 我们自己有备货 而且可以在网上点 活力广场分店员工就说 昨天罢员工大家就回店铺 将货物上架和做清洁 原本一个星期会送两次货 昨天就没有送货来 不过幸好店铺还有存货 所以都不担心没有货卖 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近1万名LCBO员工 在今个月5日开始罢工 勞资双方在上星期六达成协议 全部分店在今日重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